為了提拖火梯地地區的民眾 政府還有一千年的燭籠水管 在外出風龍是特別邀請燭籠水公司 火梯香港訴訟黨委 共同占對比養水管 他們水管率是設定問題的 燭籠水改善各位來會討論 並親身整用新的水管頭 以及燭籠水跟阿嬤用地來親身試冊 這是我們東工郊 民町郵的這個麥克蘭堂 這個客流這裡 這些水也非常好 水質也好 也沒有污染 阿嬤很甘甜 這個地方萬日子 我們可以從這裡用水 然後湯來這個火梯國中旁 三千噸的這個大水塔 然後可以鎖喪到我們火梯鄉 國的角落 讓我們所有的火梯人 可以很穩定 不用怕會缺水 不用怕會停水 不用怕吃比較不好污染的水 為民國七十幾年開始 火梯鄉大部分的自來水 都先接住一塊湯 但因為這幾年來 一塊湯觀光休閒發展快速 還有火梯地區因此有水量不穩 以及水質不好的疑惑 因此鄉親是這支順求新的替代水管 現在有立委插風龍的出味協調 並突出自來水公司的幾個效率 加上火梯鄉公司 已經出獄相關的用地 現在只要等自來水的總公司 協準各位跟經費 就能夠來試做 針對我們水源取水的部分 那個國有產局公有土地公所 已經辦理不用程序完備 然後加上的部分也是屬於公所的土地 那我們希望 經由我們自來水公司 關心觀光還有水質的問題 然後儘速的在公所取得土地之後 邊類經費預算來施作 然後讓大漁池地區的雲水 能夠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做這個公司我們師傅這邊 我們會將今天會撐的一個 健康和這個計劃 來做鐵部總公司 希望在經費這邊 公司這邊可以幫我們支持 早前還有一個新的水源出來 來確保我們這個 火梯鄉農水的問題 可以營養乾淨的啼水 甚至是雙雙水 是火梯鄉民等過以來五萬 營養乾淨的水 相當受到鄉親旗台 對出自來水公司儘管表現 他們的經濟 將萬進的資料 上高總公司 希望能夠 帶一卡丁一機來擋港 記者見聞算 裁縫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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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corro的 那麼可惡 很快 睡一次